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星學界花石頻道 我是Eve 今天我們會分享一下 關於英國青少年 他們怎樣花他們的零用錢 究竟跟香港的學生 又是否很大出入 今天我就告訴你 如果大家對英國星學資訊 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有很多影片 都在這個頻道裏面 英國青少年 看花錢 我可以總括來說 有Top 3的東西 Top 1 當然就是零食 相對於香港學生來說 他們可能花在零食的錢 是沒有那麼貴的 因為香港的學生 來到英國 他們通常都會想買回香港 或者日本 或者韓國的零食 這些都是偏貴的 我試過幫一個學生 正在訂零食 一個箱都訂了60磅 不過英國的學生 一般來說 他們一個星期 只有10至20磅的零用錢 所以他們花在零食上面 相對是比較優惠的 例如他們會吃薯片 或者是吃朱古力 硬糖 或者軟糖 我們有一隻叫Harible 那隻金色啤啤 還有如果你是大學生 可能也會見過 有一些英國本地的學生 經過Fish and Chips Shop之後 會買一包薯條來吃 因為對他們來說 薯條其實是零食的一種 第二樣 現在的英國青少年 最多人買的就是GIFT卡 GIFT卡其實有很多種 當然有些GIFT卡 可能是Amazon用 或者Department Store用 當然他們想的GIFT卡 就是科金 除了是遊戲科金之外 其實現在很多的英國青少年 他們買GIFT卡 是為了他們的Spotify 帳號 Netflix 或者iTunes帳號 因為他們沒有信用卡 所以他們只可以透過GIFT卡 去幫助他們增值 試想想一下 我們20年前 可能是用零用錢買CD 現在今時今日的英國青少年 他們普遍都會用我們一些 叫村流 就是Spotify 尤其是 所以他們其實 在GIFT卡這個洗費裡面 也是比較多的 第三 他們的洗費 都會洗在Transport裡面 一般的英國家長 他們的零用錢 都會包含Transport 包括你平日 星期六日出去 跟朋友玩 包括你去買 那張Bus Ticket 可能是上學都會包含 我們英國有一個 叫做Mummy and Daddy's Taxi 為甚麼呢 有時候自己想看錢 又知道Daddy媽媽在家 我們便會叫Daddy媽媽 便說Daddy媽媽 我現在在貨車站 你來接我吧 所以我們便有一個 叫做Mummy and Daddy Taxi 你覺得 英國和香港的小朋友 青少年的洗費 是否很相似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 英國教育資訊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次見